房東都更趕走敦南成品 未來出租 每月至少賺6000萬 一群愛書人排排座 這裡是成品敦南店的深夜講堂 更是台北人的共同記憶 但如今成品敦南店 將在今年5月31號 租約到期後正式熄燈 有啊 我知道他都更嘛 像成品書店這種好的店家啊 對啊 希望他趕快再找地方開一家新的 我覺得蠻可惜的 他以後應該可以再找另外一個地方搬過去 該棟敦南金融大樓 將在6月進行都更重建 這個區域的地理位長好 那商業機能跟學區都不錯 那價格也很高 如果說改建成高級的飯店 其實比較有注意的是 他自己的這個部分 敦南金融大樓 預計規劃為高度141公尺 地上28樓 地下6樓 樓底擺面積上看2萬坪的綠建築 商業大樓 完工後將成為東區最高樓 目前已在送省階段 人海原貌一帶 它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金融商權 單品價碼在3000到3500來送 其實也算是不為過的 專家分析附近華夏大樓 單價約100萬左右 而附近的豪宅原大博越 更是來到每坪200萬元 將來若改為複合式大樓 全棟出租 每個月可帶來至少6000萬的租金收益 這棟敦南金融大樓 位在敦化南路上 臨近捷運中校敦化站屬於北市精華地段 目前為屋齡35年 地上12層樓 地下5樓的建築 這裡不單是國泰菜家的Kigetsu 也是成品的指標 1999年開創了24小時不打烊的書店 還曾被CNN評選為全球最酷書店之一 常常來 還滿有失落感的 因為它在這邊一夜那麼久 就少一個可以24小時 可以在那邊打發時間的地方 如今成品敦南店 將在5月底走入歷史 許多愛書人 夜貓族只得把握最後機會 徬徬疏海